发表您的这种看法的 或者对于美国大选选情 有没有发表看法的 因为我们其实时不时在聊天室呢 大家背后呢 有时候就着某一个话题呢 也会对这件事情呢 就会聊起来 大家也是觉得 哎呀 现在两个好像都是不想选的 那么就选哪一个没那么坏 没有了 没有看到举手的 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呢 是北约目标转向 中国成了新敌人 另外呢 东盟十国呢 也是不能忍 要齐声呢 来反对中国呢 提到了南中国海的问题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 美国之音的这么一篇报道 那就是北约盟军司令 说呢 北约无法继续忽视 中国在欧洲的扩张 那北约的这个盟军联合作战司令呢 他就说啊 他说中国正在欧洲还有非洲呢 积极的颠覆国际秩序 那北约呢 是无法继续忽视中国在欧洲的扩张行动了 那么美国海军欧洲 非洲战区司令 福格海军上将 那他在26号呢 参加了英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所 一个网络的会议呢 是这么说的 他就说说中国的扩张行动呢 已经是从印太地区啊 延伸到欧洲 非洲 还有北极了 并且呢 在当地呢 对飞机和船舶呢 就进行不安全的拦截 而且还有呢 对当地国家呢 构成了威胁 那中国呢 并且在非洲之角 建立了一个海外的军事基地 那就试图呢 来控制呢 其他的港口 那福格海军上将呢 他说说中国的这个 一带一路倡议哈 一带一路倡议呢 计划与经济 还有外交 还有军事 还有政治呢 这几个手段呢 相结合 就试图呢 来改变 以规则为基础的 这样的一个国际秩序 也就是说国际秩序 以规则为基础 是在被改变当中 而后者呢 就是这个 以规则为基础的 国际秩序呢 它是二战以后呢 这个世界和平的支柱 那中国呢 对非洲等国家呢 提供财政援助 并且呢 利用这些援助啊 在影响当地的政府 那么这种影响呢 这位海军上将呢 就说 说这种影响呢 是个安全关切问题 可以用来控制 关键海港和机场设施的使用 并且呢 通过国营 和受国家控制的 企业的科技呢 来获得敏感的政府 和军事信息 他说中国呢 在这个疫情期间啊 严格的控制国内的信息呢 又在试图呢 扩大欧洲的影响力 那中国呢 限制有关 新冠病毒疫情的信息 甚至呢 还向欧洲捐款 这个此前呢 也是很多的报道啊 还有塞尔维亚的这个总统吧 还是总理总统 应该是 伍契尼嘛 去稳中国的国旗 那意大利呢 当时表示的呢 也是非常友好 那就是呢 说中国呢 在试图呢 展示自己是世界的领导人 那福克就说呢 说世界过去12年当中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也就是2008到2020 是12年 那美国政府官员呢 10年前可能还在设想啊 与中国和俄罗斯呢 进行合作 可是呢 俄罗斯呢 干了什么呢 它后来吞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 那中国又干了什么呢 就开始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呢 建设岛屿 哎 中俄两国呢 开始呢 强军 对其他国家发动网络攻击 甚至呢 还插手别国的政治 所以呢 他就说 说中国啊 甚至声称自己是近北极国家 让北极呢 开通新的海上通道的形式呢 也是日趋复杂 所以呢 北约无法再继续忽视 中国在欧洲的活动 北约的集体实力呢 让我们自信的认为 在这个大国竞争的时代呢 没有任何竞争 是我们克服不了的 那么就请教一下 在场的观察员人士 对这件事情 您提供一下您的点评 有没有 其实北约嘛 我就说 就是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嘛 他是 那好 我们有请谷歌先生 这个我觉得这件事 就体现这个北约或者欧洲啊 他的神经湖像树栏一样 非常长 就是说到对欧洲呢 其实中国对海外的这个 所谓扩张 他一直是一带一路 做生意打头阵的 他真正的军事扩张 还真的不多 但是在欧洲 他有一次被默克尔警告 这个就是他在这个巴尔干呢 这几个国家之间修公路 因为中国最擅长呢 就是这个 这个叫基建嘛 然后巴尔干这些国家 本身的经济活动也不频繁 它的交通本身是很窄的 然后有一段时间 在宣传这个一带一路的时候 把在这个地方修建公路的 这个工程作为一个样板 实际上这会改变 欧洲这个腹地的 这几个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 而且大家知道一战二战 都是从巴尔干作为导火索引发的 所以当时默克尔非常 我已经忘了他具体措辞 但他讲就是中国要注意 不要引起地方的纷争 他是代表欧盟的来讲的 所以中国在这个那个地方 其实没有多少活动 那么他其实真正的 有影响的还是在这个东盟 待会我听到你预报的这个题目 就是南中国海这一带 这个是军事上比较超出常规的增加 军力增加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吉布提 这应该是中国在海外 至少是在非洲 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军事据点 这个地方说来话长 大家看吉布提这个地方在哪 它在这个非洲的东北角 然后对面海峡 对面就洪海湾 对面就是野门 然后这个最窄的地方 不过20公里 他在这儿驻军的话 实际上是非常有 很强的这个战略意义的 他最早驻军是以 那个索马里海盗为借口吧 然后就在那里待下了 那么这个地方是极其敏感的 大家都知道波斯湾是很敏感的 但波斯湾的敏感 实际上还不如这儿 因为波斯湾是个死胡同 他主要是在波斯湾沿岸的 这些石油国往外运石油的问题 那个但是这个红海湾 它是一个真正的 它经过苏伊士运河 可以到地中海 所以它是一个真正的国际航道 为什么野门这些年打得这么厉害 就是因为红海湾那些国家 尤其是阿联酋 沙特这些国家 它见不得 波斯湾那些国家 它见不得红海湾这个地方和平 如果这个地方和平了 它在很大意义上 要取代他们的日常的经贸 和这个地区金融中心 各种活动的地位 因为它是个活港 所以他们就是以沙特和阿联酋 为主 一直支持这个野门的分裂势力 在打仗 甚至自己亲自派兵 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 对地区来说 对国际来说 它都是一个战略要地 这是中国在外驻军的 我觉得现在 经过这次疫情 经过这段时间的贸易制裁 中国对一带一路的调门 从这个叫做人类命运共同体 到现在已经变成 既不要一事无成 也不要捅娄子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低调了 所以说我觉得欧洲北约 现在反应过来 当然它还是有战略威胁 但是我觉得实在是这个反应的神经浒太长了 太慢了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谷歌先生 那么既然说到了 37先生 37先生请讲 我觉得我想对中国提出的 现在这个概念 说中国是近北极国家 就是点评两句 就我觉得这个说法 我是觉得是挺荒谬的 但是就是说 我觉得在一篇文章里面 中国的一个学者还是一个官员 就是我看一下 是 一下子也找不到了 好像是北京周报有个评论员什么 我估计这个也是有官方背景的一篇文章 就是说他说 北极还是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拥有主权的 被就是北极周边的八个国家 就是加拿大 丹麦 芬兰 冰岛 挪威 俄罗斯 瑞典和美国八个北极国家 就是分享主权的那一部分 还有不分享主权的国际公共部分 因为北 北冰洋当中还有很大的面积 是属于公海嘛 就是说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 如果中国就是不要谈什么 近北极国家 这种比较模糊的概念 而且我怀疑是不是中国提出的一个单方面概念 而是提出就是说 对于北极的一些问题 尤其是像科研 全球变暖 还有贸易航线 这些问题其实是涉及到全球所有国家的 然后以这个作为理由 说要在当中有一定的发言权 我觉得更合适一点 用近北极国家这个概念 我觉得是不太合适的 我可以这么说 如果中国是近北极国家 蒙古也是近北极国家 其实我挺难想象 蒙古在那个事情上面 会跟中国有一样的主张 好的 谢谢 好 我说完了 好的 谢谢三十七先生 那刚刚看到就是有留言 有网友留言 就说今天聊天室进不来 那是因为呢 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好像有一些怪声音 像是有黑客 所以呢 就临时呢 做了一个准入这样的情况 那如果呢 就是我们的导播呢 还有我们的联系主持人呢 看到有申请的话呢 就可以点击一个准入 这样大家就可以进来了 那聊天室没有锁哈 那刚才呢 我们既然是说到了东盟呢 那我们就接下来呢 介绍一下这一条呢 来自德国之声的消息呢 就说不想再忍 东盟呢 就南海发立场声明 那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呢 也是在周五以视讯的 这样的形式呢 召开了东盟的领导人峰会 那疫情和南中国海问呢 都是主要的讨论的话题 接下来呢 在周六呢 东盟就发表了一份声明 那就海事规定呢 屡遭违反的表示关注 那东盟就在声明中啊 就表示说 说我们重申在海事权力 主权管辖权等问题上呢 以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呢 作为基本的准则 声明呢 还说说所有的海洋活动呢 必须在这份公约的框架内呢 来进行 那么中国官员啊 没有立即对这个声明呢 发表评论 但是呢 有三名呢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东南亚外交官呢 就告诉美联社啊 说说这一份声明呢 标志着东盟集团呢 加强在南中海海域的权力的主张 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呢 是越南啊 这一段时间 那越南呢 就起草了呢 监督起草了这一届峰会的主席的声明 那一直以来呢 越南也都是对中国 在南中国海海域这个强势做法呢 提出最尖锐批评的这么一个国家 那近年以来呢 中国在南中国海 南中国海问题上呢 是越来越强势 那台湾啊 东盟成员国 越南 马来西亚 菲律宾 还有文莱呢 都说呢 对这片海域呢 拥有部分的主权 在2016年7月呢 海牙仲裁法庭 做出了这个 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主张呢 是没有法律基础 那中国在南海海域呢 不享有历史性权利 这样一个裁决 那中国的态度呢 就是拒绝参与仲裁法院的任何裁决 而且说呢 该裁决呢 非法 还有无效 中国呢 在近来呢 也是在这片争议海区呢 建了七个岛礁 那其中呢 在三个岛屿上呢 都部署了反舰导弹 和地对空导弹系统 最近几个月呢 中国也是在 就是这种新冠疫情的 这种情况下呢 也是在南中国海域呢 进行了侵略性的行动 那被其他的国家呢 是这样指称 那越南呢 在四月份呢 就曾经抗议中国的海警船 船只呢 冲撞了越南的海岸警卫队 还有呢 越南也表示说 说一艘呢 载有八名船员的越南渔船呢 一艘中国的船只呢 就附近呢 就撞沉 那么这么一个情况 那好 那么在 关于这个南中国海 还有东盟的态度 那东盟呢 其实我们前不久呢 也刚刚报道过 这个十加三的清迈协议 那么也在进行当中 但是呢 东盟的国家呢 对南中国海的问题呢 也是现在呢 有一个一起发生的 这样的情况 那么有哪位观察员 希望对这件事情 包括前面北约 提到的这种态度 那综合起来 有没有您的点评 或者您的观点 韩奎 这个事情我说两句吧 请讲 我首先我说 就是说 东盟的这个 就是这个看法 就是要根据 就是海洋法公约 然后来对南海的 这个主权进行讨论 就是以它为依据 然后这个当中的要害 是在于 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吧 对 对 1982年的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在原则上是 不认可历史性的主权 就是要求的 就是说你不能以 我们曾经在这里活动过 作为 这是我一个出浅的 就是门外汉对于他的了解 就是说 他不能用这种历史性原因 就是说啊 这个自古以来 怎么样怎么样 作为 就是依据 所以说这个跟中国的 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或者是 中国提供的部分证据来说 就是等于是 抵消掉了中国的部分的理由 所以说南海 东盟这次的这个说法 显然是对中国不利的 如果要按照海洋法公约的话 肯定是不利的 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 中国就是说 否认或者是说 不太愿意接受这种 方法 是不是有理由 我觉得中国的理由 基本上我看了一下 基于两方面 一就是中国认为 这个事情其实在 二战之后已经得到解决了 二战之后因为 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 其实是接收了 基本属于那个 当时是十一段线以内的 所有的岛屿 就是说 或者是大部分的岛屿 然后当时其他国家 也没有提出什么 反对意见 而且美国啊 什么都等于是默认了 当时比如说 美国要派人去哪个岛上 或者是这么样 干什么都要 征求中华民国的意见 所以说当时 基本上中华民国 是接收了那些 现在中国所要求的 伸张主权的岛屿 只不过是后来 因为内战的原因 中华民国失去了 对于那部分岛屿的控制 然后其他的国家 就是 开始就是说 声称当中的 有一部分岛屿 是属于他们的 是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设想 中华民国 就是中国没有发生内战 中华民国一直在那边 实际控制的话 按照当时的国际形势 和当时其他国家 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和表态 应该到现在 是不太会有争议的问题 那当然会就 后来出现了这个问题 另外就是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在 之后是 还是要声称 就是说 我接收中华民国 在那边遗留下来的 这些岛屿 这是我主权的一部分 那么他一直是 就是说 主当后来去掉了 在北部湾去掉了两条线 因为跟越南之间的关系 就是说那两条线当中 有一些岛 滑给越南了好像 然后就剩下九段线了 那中国认为 这个事情已经发生在 海牙法公约之前 这个事情是在82年之前 其实你们曾经都承认过 或者是默认过 只不过后来好像是因为 政治的原因 比如说越南曾经是 完全接受九段线的 后来他因为统一了之后 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不好了 他又不同意九段线了 然后就是说 中国认为这个事情 其实在之前 你们都默认过的 曾经都默认过 现在又来搞事 但是呢 这个默认的时间 其实已经是 在82年的海洋法公约 就是颁布 或者是中国加入 签署海洋法公约之前的事情 所以说你公约签署之后 可以解决以后发生的争议 但是这个事情 在之前已经解决掉了 这是一方面中国的理由 另外一方面理由 就是关于南海仲裁案的话 我觉得这点上 我倒是 我看到现在是比较倾向于 接受中国政府的立场 因为中国政府 其实大家在维基百科上 稍微查一下南海仲裁案 就是中国是拒绝参与 认可这个仲裁案 它有效力 是因为中国在06年 根据公约的第298条 做出的声明 就是排除了该公约 规定的争端机制 在这个问题上 对中国适用 而我查了一下 298条海洋法公约 其实它讲的 当然我没有具体查细节 它讲的是 一国在签署批准 或加入本公约时 或者在其任何时间 比如说06年 在不妨碍 根据第一节 所产生的义务的情况下 可以书面声明 对下列各类争端的 一类或一类以上 不接受 就是第二节规定的 一种或一种以上的程序 就是说 中国在签署公约之后 还是可以声明说 在这些问题上 我不接受你的仲裁 这是我的理解 它当中的第一种情况 就是关于 华丁海洋边界的 第14 第74 第83条 在解释或适用上 这都是法律语言了 或涉及历史性海湾 或所有权的争端 就是说 这种争端 一个签约国 是可以在签约之后 声明 通过声明说 我不愿意接受你的仲裁制度 所以说中国在06年 做了这件事情 那自然它在后面 就可以说 你这个事情 你再用这个来强行 通过一个仲裁 来要求我服从你 那就不对了 所以说 在这个事情上 因为它这里涉及到 很复杂的国际法的问题 我其实真的不是专家 但是我就看了这些文字之后 我觉得 至少南海仲裁案 中国会认为 它是没有效力的 是有一定道理 好的 谢谢37先生 那这里呢 我就补充一下 刚刚呢 介绍到 就涉及到2016年7月的 这个荷兰海牙的裁决啊 国际仲裁 裁决的结果呢 就是中方呢 自行划设的九段线 这个 没有法律依据 那么违反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但是呢 刚刚37先生呢 已经提供了他的立场 他的理解啊 那这个仲裁结果呢 就是裁定南沙群岛上的 所有的海上地物呢 均为交盐 而且呢 不能拥有周边200海里的 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 那么对这件事情 对包括就是对 对这次东盟呢 齐齐的发生呢 而且呢 是比较的 呃 怎么说呢 比较整齐 而且比较一致哈 提到了这个问题 那么大家有没有什么看法 能不能显示出一种态度呢 当然它是一种态度 就是能不能显示出一种趋势呢 或者说 其实这种事情在不同的问题上 本身呢 在不同的国家呢 也是呃 在博弈当中也是 可以这么做 这么做的 于是呢 其实也未必就就着这一件事情 有多么敏感 多么能够去发掘出一些背后的意义 没有没有举手 没有举手 那么 谷歌先生您这边还有话说吗 呃 我简单说一下吧 其实东盟作为一个地理概念 它之间呢 这种差异还蛮大的 呃 就是尤其在这种好斗性方面 呃 首先大家都有一致的一个诉求 就是说 中国崛起身边的一个大国 而且是扩张性的 这种单边性的 都都会有点意见 呃 但是他们的之间各种表现也不能视为一体 比如说这个马来西亚 它肯定不会 呃 作为一个那个什么 呃 很强硬的对抗中国的 它只会加入大家 因为你看他之前对一带一路涉及到前总理的这个腐败 那后来这个马哈蒂尔当选从又次再次当选总理之后 他亲自到北京跑了一趟 然后跟他说我们是个穷国 他公开也这么讲 他说我们是个穷国 是一个小国 我们做不起这么大的项目 能不能把这项目给免了 也就是毁约了 那么从马来西亚这种表态来说 他们对中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 就是说嘴敬吧 或者说惹不起躲着走 啊 但是比如像越南 或者像菲律宾现在 他们还是有很明确的受到的压力 他历史上包括越南也跟中国打过仗 所以他们如果有一定的这种冲突的话 他们可能是会更积极 我认为东盟各国之间的这种立场分歧 还是蛮大 不能作为一个这个群体来看 一个一致的群体 它不存在这种一致性 谢谢 好的 谢谢谷歌先生 那么对这一条 如果大家没有进一步的讨论的话 我们就继续来观察 整个国际关系方面的各方面的走势吧 那前两天呢 也是看到了默克尔接受一份一个采访 然后他 他也说到说中国在非洲呢 在走着另一条路 有这么样的数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三个话题 也就是中国经济 那中国经济呢 也是刚刚我们说到 说李克强总理呢 他之前呢表述过六亿人一千块